又是鸡汤 你不会又去卖眼睛了吧 怎么可能 那可是我用卖手绢的钱 换回来的 小夕颜 对了 你今天工作那么辛苦 赶紧多吃一点 我以后还要去照顾夕颜呢 我还记得 你第一次抱夕颜的样子 那叫一个狼狈啊 现在越来越熟练了 我跟你说 小孩的心思 可是特别敏感的 你是爱她还是讨厌她 她心里面都是一清二楚的 哟 现在育儿精可是出口成章了 看来越来越有心了 她是我们最爱的小闺女 那当然是要用心喽 你赶紧吃吧 饭菜都凉了 鲜 小一个 你这三天两头的 给我做鸡炖鸭的 咱们心眼还小 你要省着点花 知不知道 哎呀 钱的事情就不用担心了 你开的绣房 现在都已经上了正轨 还有上一次我们赶集 连我绣的手卷 都卖了很好的价钱 更何况 我现在手艺 更熟练了 真的 哎 那要是这样 可使君家债致富 那岂不是功德一件 对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觉得 我的眼睛好像见了沙子 你帮我出去 这儿吗 对对对 还有吗 还有一点点 好了吗 现在好多了 有你真好 感觉真幸福 来 我给你盛汤 谢谢夫君 你要多吃一点菜哦 沐姐 有时候 会不会留恋过去啊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 我突然想起从前 忽然觉得有点感慨 以前的我是一个世子 荣华富贵都享之不尽 但是每天都有好多张眼睛 在顶着我 可是这些眼睛的背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按的 都是什么心思 不像在君家寨这里 村民虽说是粗鲁 可是都是很淳朴正直的 我宁可跟一千个君翠华打架 也不想再跟一个口密复间的 美人去缠绵 对 我又何尝不是呢 以前的生活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的 甚至 甚至还服下声声不离 现在的日子虽然苦了些 但是跟神像一样自在 都说了我们夫妻是一条心的 我还记得 从我们在西都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好像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如今身边有你 有西岩 感觉特别美满 这可能就是人家所说的 幸福感吧 你呀 就是为我做得太多了 你为我牺牲的 又何尝不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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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